欢迎收看6月23号星期一的星岛头条新闻 我是海湘每天带您关心最新最及时的消息 大概没有人喜欢住在森林里面 但是却有那么多人住进去 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个答案很有可能就是来自于他们背后的故事 今天我们星岛的深入报道当中 要再次带您走进这个全美国最大的无家可归的宿营地 以来听听他们背后的故事 也请您锁定收看稍后的单元节目 好的 马上带您进入今天的头条摘要 负责调查韩亚空难的联邦政府单位 定于明天要再次举行听证会 另外乌伦码头工人合约月底就借满 劳资双方是否可以达成一致呢 稍后也带您关心 美国国务卿克里就伊拉克的乱局抵达巴格达来来斡旋 另外台湾的国宝翠玉白菜风波平息 东京国立博物馆向台湾人民道歉 世界杯的最新战况呢 稍后一定也会带给您 以上就是今天的头条摘要 焦点部分我们请明月带我们来关心明月 好的 焦点新闻会先给大家介绍 旧金山82岁的华裔老翁前天失踪 会给您介绍具体的情况 那么更多精彩的新闻一会儿带给您 新岛新闻集团 您的最佳宣传伙伴 新岛日报 旗下杂志包括 新岛地产 新岛周刊 东周刊 发行量第一的免费中文报刊 美国都市报 收听率第一的国粤语电台 新岛中文电台 丰富多彩的精彩节目 新闻视频 新岛电视 Singtao.tv Singtaousa.com Chineseradio.com Singtao TV app 多元化 全方位 为您提供一站式市场推广策略 广告日线 1800 Singtao 欢迎回来 韩雅空难发生到现在已经快满一年了 负责调查空难的联邦政府单位 定于明天再次举行韩雅空难的听证会 来确定造成空难的原因 新岛记者徐明月所带来报道 负责调查韩雅空难的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NTSB 已多次就空难调查举行听证会 并在去年底发布了初步的调查报告 报告称 韩雅航空缺乏交流的驾驶舱文化 和受训飞行员的信心不足 是空难的重要原因 外界预估明天听证会的关键将是 厘清空难是操作失误 还是飞机设计缺陷 其中一名16岁的遇难中国留学生叶梦源 是否遭救援消防车碾压身亡 消防人员是否犯有过失致死罪等 此外空难事故家属对波音公司的起诉和索赔问题 也可能成为听证会的焦点 出事航班 大部分乘客是中国人 三名死者叶梦源和17岁的王林佳 以及刘亦凡当时都是准备来美游学的高中生 而旧金山市政府对叶梦源进行遗体解剖的圣马雕现法医办公室 对叶梦源死因做出了相互矛盾的结论 联邦运输部今年2月宣布对韩亚航空公司处以50万美元的罚款 惩罚其因在空难发生后 没有及时履行义务向乘客家属提供帮助 这也是美国首次对航空公司做出类似处罚 去年的7月6号 韩亚航空214航班从上海飞敌旧金山国际机场 机尾在降落时撞上跑道的防坡堤后 失控滑行并起火 造成三名中国学生遇难 200多人受伤 星岛记者徐明月报道 美国西岸港口每年承载的是数千亿元的货物的流通 是重要的国际以及国内贸易门户 那码头工人合约月底就要到期 那劳资双方是否可以达成一致 是否会有罢工或者是码头关闭的可能呢 我们随着星岛记者刘如先的脚步 带我们去关心了解一下 近2万美西码头工人的合约 即将在6月30日午夜到期 谈判双方分别是代表工人的 国际码头及货舱工人工会 和代表航运公司和西海岸29个码头经营者的 太平洋航海协会 双方均承认不太可能在合约终止前 就新合约达成共识 双方自5月12日举行协商以来 并没有公开具体内容 工会发言人Krake Merlins指出 双方都在尽最大努力 据悉专职码头工年薪约13万元 工头年薪达21万元 工人无需支付医保月费 买药次付额只有1元 2002年劳资双方谈判到感恩节 仍没有达成共识 结果引发10日的停工 每天造成约10亿元影响 此外西岸港口运入美国的货物比例 有50%降至44% 不少商家选择墨西哥湾和东岸港口 或者在合约截止前出货 乌伦港发言人Robert Bernando表示 当局只能观望 希望能往好的方面发展 太平洋行海协会认为 保持和平劳资关系 是维持码头竞争力的关键 该会称码头工人的福利成本 10年间增加一倍 人均已达9万3200元 星岛记者刘如坚报道 国际方面消息 伊拉克的激进武装组织 攻占了西部安巴尔省4个重镇 根据报道有21名的地方领袖被杀 美国国务卿克里就伊拉克乱局 也抵达了巴格达来斡旋 星岛记者张震带来报道 国防部称 伊拉克激进武装组织ISIL 攻占伊拉克多个主要城镇 包括通往叙利亚的边境城市 大量武器和武装分子 由叙利亚输送到伊拉克 伊拉克军方已经在这些地方撤走 国务卿克里今天抵达首都巴格达 他指 克里说 总统奥巴马已经得息 这会对美国财产和国家利益带来威胁 伊拉克总理马里基指 武装分子进行的袭击 对当地临近地区及世界和平带来威胁 希望美国对武装分子的阵地进行空袭 但克里敦促什叶派领导的政府 向逊尼派下放更多政治权力 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 至不能挽救的地步 克里希望当地组成一个团结政府 以满足所有人民的需要和诉求 美国早前提出 马里基应该辞职 以平息局势 新岛记者张正报道 台北的国立故宫博物院 在日本东京展出的镇馆之宝玉雕 翠玉白菜的宣传风波平息了 东京国立博物馆馆长 前股真美的为日方部分宣传品 没有加上国立两个字 向台湾人民道歉 但台湾的总统马英九夫人 周美青已经确定取消 要出席开幕典礼了 来看记者来自台湾的报道 号称本世纪博物馆界的大事 翠玉白菜首度出国 故宫国宝首度在亚洲国家展出 日方连日紧急撤换跟修正 未载明国立故宫博物院的宣传品后 也获得我方的认可 下午原定的开幕茶会 最终顺利的举办 东博馆长在典礼致辞时 也公开致歉 ポスターなどにおける 台北国立古旧博物院の名称の表記などについて 台湾の皆様方に不快な思いをおかけいたしました 東京国立博物館長として この問題を真心に受け止め 完全的才完全的check完璧 私たちの国立博物館の中心に受け止め 还没有正式開幕 不过今天下午就涌近的上千名特別貴賓 想要来看他一眼 翠玉白菜首度出国 在日本造成的轰动 媒体跟民众引頸期盼 看了翠玉白菜後 也赞不絕口 初めて見て だからゆっくりね もう一人でゆっくり見たかったです みんな後から後からくるんで 時間かけられなかったから それがすごく残念です 從來沒有人 這麼多人参加開幕典礼的 這個還要排長龍 所以我想這個是東京国立博物館 可能開館以來最盛大的一次展出 有在日的僑胞認為 一向處事謹慎的日本 的確該為違約一事 慎重的道歉 他們也希望 故宮國保在結束展棋後 能夠順利平安的回到台灣故宮 藉書君張國良 日本東京採訪報導 但您關心一下世界盃最新戰狂 是巴西世界盃的多個小組出現 名額已經塵埃落定了 今天四場小組賽當中 B組的荷蘭是以2比0 戰勝了智利 以第一名的姿態出現 而已經初決西班牙是3比0 橫掃同樣出局的澳大利亞 巴西之旅呢 是終於是以勝利來做結束 A組的最後一輪小組賽 巴西是輕鬆以4比1戰勝的科迈隆 小組是第一名出現 16強將會和智利上演南美中的內戰 同組的墨西哥和克羅地亞 爭奪另外一個出現的資格 墨西哥憑藉下半場的出色的發揮 3比1戰勝了對手 16強將會和荷蘭來決戰 另外的昨天結束的G組的小組賽當中 美國在領先葡萄牙2比1的大好形勢之下 在補石階段是被追平 暫時是和德國同樣積分4分 以儘勝球的劣勢排名小組第二名 只要最後一場星期四 逼和德國就能出現 好了也是以上是今天的星島的頭條新聞 在焦點部分我們來關心的是Bot戰Bot 讓學生免費參加搭乘戶外教學的項目 稍後一同來關心 Kevin 又在玩手機打電動啦 媽 哈佛全方位出了手機APP 每天輕鬆做題 SAT進步超快 真的嗎 秀給我看看 哈佛全方位教育機構 大學申請輔導的權威 哈佛全方位創新的手機APP 給學生最強效的SAT練習 想您的子女進入理想大學 就交給哈佛全方位 暑期班招生中 好 歡迎回來 接下來我們請明月帶我們關心 今天的焦點新聞明月 好的 首先來看一下 舊金山82歲的華裔老人陳樹松 前天離家出走後失蹤 家人和警方都呼籲民眾提供協助 陳樹松患有耳聾 離家的時候帶有助聽器 身高五尺三寸 體重大約150磅 講台山話 不過不懂英語 白髮棕色眼睛 右眼的下方有明顯的黑質 戴有眼鏡 因為腿腳不方便 出行的時候都手持暗紅色的拐杖 失蹤時身穿著淺黃色的外套 和黑色的雨鞋 如果民眾有任何線索的話 請您致電警方415-558-5508 或者直接致電陳家 415-489-8378 加州正在面臨著有史以來最嚴峻的旱災 旧金山水利局呼籲市民自願的減少用水一成 目標在今年年底前減少80億加輪用水 水利局今天宣布全市至今共結水14億加輪 達到17%的目標 如果目前節約用水的情況得以持續的話 將不必考慮強制節水 湾區捷運今天聯合蒙特利水族館宣布 2014年到2015學年將為4萬名學生提供免費的乘坐捷運 參與戶外教育活動的機會 不僅能夠保護環境 也可以提高學生們愛護環境與海洋的環保意識 捷運將從8月初起接受報名 直到14萬個名額用光為止 網址是www.bar.gov 為支持残疾運動員參加北加州夏季的残奧會 舊金山警察學校的150名學警 今天一早聚集到聯合廣場 參加了8英里火炬的傳遞 為運動員們籌款 舊金山警察局長蘇爾主持了火炬的點燃儀式 並接受各界捐出的超過1萬元的善款 北加州残奧大會開幕式 將於本週六在Device舉行 聯邦調查局今天宣布 在過去的一個星期舉行的第8次全國性兒童商業色情掃黃行動中 拯救了160名受害兒童 並拘捕了281名涉嫌泛運兒童 並逼迫他們賣淫的皮條客 這項行動在全美的106個城市舉行 針對貨車站賭場以及刊登色情伴遊的網站等 聯邦最高法院今天裁定 聯邦環保署EPA有全監管發電廠和工廠的溫室氣體排放 環保署聲稱這些廠商的碳排放量 佔全國總量的86% 不過高院該項的7比2通過的裁定 也對環保署的監管範圍做出了限制 要求當局不能修改已成法律的現行標準 奧巴馬政府和環保人士都將此判決 是為對抗全球暖化的重要勝利 日本本田馬自達以及日產的三間汽車生產商 宣布在全球召回300萬輛車維修 主要是這些車輛的前座乘客位的安全氣囊存在著瑕疵 可能導致爆炸 本田回收200萬輛在北美市場佔一半 以上就是今天的焦點新聞 馬上來關注一下財經簡報 財經方面消息 數據庫軟件公司甲骨文計劃 以53億的美金收購服務業軟件銷售商MicroSystem 來以擴展他自己的業務到酒店及餐飲的軟件業務 甲骨文呢 預料在下半年會完成收購 這也是該公司即2010年以來的一個最大宗的收購案 另外呢 美國的6月份製造業的採購經理指數出值是升至57.5 高過於5月份的中值的56.4 也創下了將近4年來的新高 這反映了美國製造業擴張的步伐加快 數據呢也顯示了美國經濟今年這一季是強勁的復甦 另外全美不動產協會公佈了5月份二手樓的銷售 按月是升幅了4.9% 升幅較4月份的1.5%有所加快 這也是3年來最大的一個增幅 也反映了樓市恢復了動力 那接下來帶大家關心一下今天華爾街三大指數的一個最新走勢 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收市報16937點跌了9點 納斯塔克指數收市報4368點上升了0.64 標普500指數是收市報1962點跌了0.26 匯價方面也帶您關注 1美元兌換人民幣6.22 港元7.75 台幣29.97 歐元0.73 日元101.93 英鎊0.58 澳元1.06 加元1.07 油價部分是每桶報106.10美元跌了73 金價部分是每盎司報了1317.90美元上升1.30美元 白銀的部分是報20.89美元跌了6 接下來帶您關注的是明天的天氣狀況 SingTao Weather Girls 美國社會 公文靜的部分 Covic Covic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走进圣河西这个由无家可归者建立的社区森林 你会碰上各色各样的人物 或疯狂或呆滞或活泼向上或低头沉思 在大城市忙碌的脚步中 这里只是一个简单的概念 无家可归者的聚居地 不过当你走进其中 与他们握手问候交谈 就会发现 他们其实和你我一样 充满着故事与期盼 但1989年的一场大病 使伊瓦不能自理 不能再站立和行走 身体逐渐失去了力量 医生说这是神经五万 却无法为他治愈 在理疗的帮助下 他才又慢慢学习行走 但是从此病痛开始与他纠缠 骨折 骨折 哮喘 脊椎病 每天都折磨着他 伊瓦失去了工作能力 身边朋友也没有办法一直援助 最后森林收留了他 伊瓦行动不便 不能受到阳光照射 他的弟弟也在森林里居住 伊瓦的简易居所 就是他弟弟帮他搭建的 用树枝和纤维带搭成 伊瓦的情况有一名社工跟进 但几年过去 在盛河西高房价的现实之下 至今仍然没有能够为他找到房屋 我也是一个艺术 我也是一个艺术艺术艺术 我没法说过自己 我会玩和唱 我会唱歌和唱 虽然我的声音 并不太甜 因为我喝酒 我会唱歌 我会做一些非常精彩的工作 朱迪今年53岁 曾是一名艺术家 11岁便开始沾染毒品和酒精 从此过上浪荡的生活 他坦然 自己一直想回头 但至今仍然戒不掉毒瘾和酒瘾 朱迪的爸爸在旧金山 是一名著名的外科手术医生 几年前患上眼疾 并逐渐导致失明 妻子离她而去 朱迪主动向爸爸提出 希望回家照料她的起居 却被她爸爸毅然拒绝 阿丽莎在多次与家人争吵后 离家出走 虽然年纪轻轻 已经断断续续在街头露宿两年了 她年初入狱三个月 出狱后又再回到森林里 那 I can't take the chance to be so disrespectful 你 know,you know,you know we call me and my father we call each other names,now harsh names,you know and if I'm right here we don't call each other names no more but all we do is I get I call him in the daytime he'll come by I come see me and then he'll leave again No harsh names I don't get called a drug addict or a bitch or 阿丽莎是一个活泼的少女 主动带记者参观她整洁的帐篷 她在自己的帐篷外架起了简陋的围栏 防止外人骚扰 几天下来她收集到不少木头 准备砍材生火 看起来经验不足 木材太粗而斧头太小 材劈不开 阿丽莎每天都会到森林附近的 临时聘用中心Labor Ready签到申请工作 她说很快她就会离开这里 在她眼里似乎前路一片光明 事情都有了安排 森林里的故事每天都在继续 40岁的Stephanie断了一条腿 找不到工作 54岁的Steven 为了照顾住在森林里的女朋友 主动搬来这里 希望有一天能带她离开 Latinia拿到Section 8第八类补贴房 却一直没有房东愿意租房子给她 只能带着孩子窝居在这里 故事里还有患有精神分裂的Baby James 身体健硕的Krasso 还有靠卖瓜子 为自己卧病在床的姐姐 筹集医药费的Adolf 森林的环境是肮脏的 但包裹在这些露宿者心中的愿望 却是如此的干净 纯洁 陪伴伊瓦每天祈祷的 是她的小狗和心中一直燃烧的信念 I don't know how long I have left to live but I want to live it Sharing what I have I love people I love giving back I want to take care of people who can't take care of themselves anymore 下一集我们将带大家独家探访 森林里一群特殊的人 他们刚从牢狱走出 他们前路茫茫 他们来到森林构建自己梦中的美好家园 然后消失在这里 新岛日报最具吸引力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岛头条新闻 最后祝福你为一个愉快 夜晚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新岛网站 直播w.cintau.tv 晚安 明天再会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